假如不算核武器 全世界综合武力值排名前十的都有哪些国家 而在这份排名中 有一大半都曾经被我们揍过 你知道是哪些吗 谁又是你心中的最强者 点个关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是全球火力世界军事力量组织 针对140个国家排除核武器以后 根据海陆空军事实力 军工生产武器更新和经济实力等50多项指标 最终评估出来的一份军事力量排行榜 我们全拿一份参考 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个世界十大军事强国 首先排名第十的是以色列 别看这个国家人口不足千万 面积不到三万平方公里 但是因为经常和周边国家干架 从1948年独立以后 先后和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国家地区 先后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 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实战中 以色列军队的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所使用的武器也都是英美援助的先进装备 再加上全民服兵役 女性也不例外的动员能力 以色列能排到前十也是理所应当的 第九名是土耳其这个国家 毕竟中东地区火药桶的名号可不是白给的 它北部连接着欧洲火药桶 巴尔甘半岛 南边又和两一地区以及叙利亚接壤 可以说是想清静都难 这个国家除了五十余万人的正规军脉 还有约三十五万人的部队 十五万人的准军事部队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 土耳其保证一定的军事实力至关重要 第八名的是离我们不远的韩国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早在2018年公布的各国国防预算表中 可以看到韩国的军费开支 早就已经步入了世界前十 都已经快要赶上日本了 这还是前几年的数据 别看他们的人口只有五千多万 面积也只有十万多平方公里 还不如我们的一个省大 但是其军事实力却不容小叙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韩军不仅得到了美国系统性的原件 而且自身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资源 用来发展军备 还有一点就是 韩国的兵役制度非常严格 他们对男性实行征兵制 这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 就算是所谓的韩流明星 都不敢逃避服役 也就是说 韩国男性的服役比例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高的 在2019年的时候 韩国的国防预算更是达到了 46.69万亿韩元 如今陆军现役人数 也是有将近50万人 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国土防卫 特别是防御朝鲜的军事威胁 因此 韩国的军事实力 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和日本 甚至还有研发核武器的能力 只不过 因为老美的控制等多方面因素 只能发展常规力量 但是依旧有着一定的军事实力 世界各国纵合武力值排名 如果不算核武器的话 日本是可以排到全球第七 作为二战法西斯轴心国之一 他们在军事领域的实力毋庸置疑 日本是一个经济科技 以及文化输出都非常强势的国家 因为没有完整的主权 又很难被视为一个主权国家 虽然在二战之后 他们不允许拥有军队 但是在1950年 日本便将本土的警察预备队 改为了自卫队 并且在随后的两年中 陆续的成立了海军和空军自卫队 而这样的行为其实是美国和其同盟国 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而默认的 目前 日本自卫队总人数高达 约有30万人 其综合实力文居世界前列 而且日本的装备质量也属于世界顶端 尤其重视海军和空军的建设 有着200多艘的各类舰艇 其中一多半是作战舰艇 还有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这样的准航母才服役 并且近些年来 日本还从美国那里 引进了不少的五代机 除了F-35以外 还有不少可垂直起降的F-35B 这样的军事实力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 但不得不说 依旧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排在第六位的则是德国 作为二战中心国 在军事各方面的黑科技 可是没少颠覆人们的认知 因为是二战战败国的关系 德国的航空航天 多方面技术都被限制 所以如今在军工实力方面 比起英法还是要差很多 但这并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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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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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的话 就高达7000多亿美元 是世界上排名第二 到第24名的军费的总和 同时这是 现今世界上总体实力 最为强大的军队 而且美国还是世界上 第一个提出 网络战概念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 应用到实战的国家 美陆军因为常年 在世界各地驻扎 其实战能力和综合实力 相当不俗 对此我们应该正视 但丝毫不影响 我心中的利益 当然了 这份排名也仅供参考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宝贵观点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请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